溫度到了,我東西要放進去 好,我開始設時間 我要喝烘焙2分鐘 這是2分鐘? 對,這是2分鐘 這個是跟你講說4.27分會結束 這個符號是結束符號 現在是4.25 結束時間是27 中間,我想設一組時間來提醒自己 那就是六鬧臉的時間 我設定1分鐘 當你設定 有鬧臨的裝置的時候 好,它會先跑 這個時間 跑完 然後它的 時間到的聲音的響聲 會不同 鬧臨的時間,它的 有間歇性的鬧臨 就是間歇性 這樣 然後 它的烘焙時間到的時候 它的響聲就會比較急促 對,可能會有不同 可以稍微聽一下,等一下可以聽一下聲音 等一下1分鐘之後就會有一些聲音 那當它聲音響的時候 你這個三個按鍵 隨便按一個 你就可以取消它的聲音 對,聽看看 那這 1、2、3、4、5、6種的話 一般都是選哪一種 做哪一種 搭配 不一定啊,像 你說說做全雞的燒烤 烤全雞 那個時間到 我隨便 按一個按鈕 它的聲音響 烘焙時間繼續存在 那 我剛才說 做全雞的一個烘烤 我可能會選 背火旋風 不然我會選 上下火加旋風 那其實 如果一般麵包咧? 披薩咧? 披薩的部分 一般來說可能是 像 因為這個功能來說 就比較少 那可能會選這個 不能會選這個 對 那其實 它裡面的溫度 只能設一個溫度 就是在這裡 你不管是 你的熱影是上下 不然是從後面 我只能選這樣 就是全式的溫度 那在後面有一個 那裡有一個 這個 有沒有 時間到 它就斷電 怎麼有一個 臭大V 對 這個心機都會 心機需要空燒 那 這個 一樣我三個按鍵 按掉的時候 它會重新 它 那個聲音會消失 但是你的位置在這邊 它就會 重新啟動 所以你平常 要關的話 要這樣子 這樣才是 最後的一個 歸零的動作 你不然的話 你平常如果說 你只要 就直接要做燒烤的話 你可以直接切換這個 嗯 它就可以 夾熱 它不需要透過時間 只是說 我們 有些可能需要時間計時的時候 可以運用這個 哦 對對對 那 譬如一般如果 變成那個 那個聖菜聖飯呢 你一般聖菜聖飯 這個用烤箱來說的話 它是屬於一個 比較乾性的那個 一個保溫 那 這個 這個就變成 比較不是微波爐的功能 它 對對 它可能就是 利用外體的溫度 慢慢加熱進去 那你東西皮也比較容易乾 那你的那個 如果是微波食品的話 它是利用裡面的水分子 對對對 那這個部分的話 你可能 一般你看 你就是 也是一樣是 大部分保溫的食材 大概設定的話 大概 100度上下吧 嗯 可能80度以上 可能 哦 我要做 那個保溫通 我可能保溫的 可能切到 100或是多少 去做一個 食物的保溫 對 它可能不會做到很高溫 那 除非你要再做燒烤 像 備火旋風 備火旋風是做什麼 它多的風扇 其實會讓裡面的 熱度比較均勻 哦 熱度比較均勻 但是 我這邊強調 所以你比較建議這個 熱火旋風 或是這個 但是 比方說 上下火加旋風 因為 它這個熱源 是上下火加旋風 對 啊這個咧 這個是旋風 對旋風是從後面那個 它的熱 就在它的四周 所以它是備火 那這個呢 熱源是從上下 哦這個是備火 這個是上下 對對對 那它都有不同的一個加熱 像 你多的風扇 其實就是讓裡面空氣流通而已 哦對對對 但是我這邊強調 如果說越靠近熱源的地方 它就越容易熟 哦 哦 跳電 哦 所以這個可能就要燒 對